黄女士的房子买在绍兴尚渝 祥生明月府 130多平方 230多万 黄女士说 前段时间因为绿化问题跟开发商协商 得到了一次进入小区参观的机会 当时她就去看了一下自己的房子 当时进去 反正是我们是月层 一楼和二楼 然后我们的一楼就是一片望远大海 然后我们走进去 脚踩上去 这个撑船一样的 就是在水面上 水面上在飘 这个地板全都浮起来了 比如在海盐中的还有 还有一户叶主 他们家就是可以养鱼的那种 那个是大群里面 我们那个叶主群里面发出来的 然后目测这个全部进水了 它也很高很高 养一条鱼绝对是没有问题 黄女士提供的视频中 她这套房子的地板上有积水 有的地方踩上去之后 还有水冒出来 另外一段视频中 有一户叶主家里 整个地面几乎都被水淹了 看完这些视频后 叶主们都很担心 自己的房子是不是也被水泡过了 好几家他们都是渗水的 然后渗水有些师傅在补补弄弄嘛 一开始开发商的人跟我们是这样解释的 他说我们水龙头忘关了 那我说你一户两户水龙头忘关了之类的 正常的 那么多户人家漏水 有多少户漏水啊 你们现在统计 我们现在统计是群里很多很多 大概有多少 大概有多少吗 几十户总有的吧 一些业主表示 他们找开发商协商过 但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 至少给我们说明一下什么原因造成的 根本给我们解决方案 然后给我们一个解决的时间节点 对吧 你交房要交了 你这些东西我们心里都不知道了 你怎么交啊 采访时 小区门口已经竖起了交付的广告牌 阳台上也挂出了喜庆的大红花 但业主们说 问题没有解决 他们是不会收房的 找到小区之前的售楼处 销售人员已经退场 物业工作人员表示会把问题反映上去 第二天 祥生地产浙东区域方面 给记者发来了书面回复 说业主拍摄视频时 项目还处于施工阶段 因为在通水调试时 存在个别水阀未按时关闭的情况 所以造成了积水渗漏的情况 目前积水问题已经处理完毕 对于积水导致地板被泡的问题 开发商会跟受影响业主进行沟通 协商解决方案 记者也将回复内容反馈给了业主代表 对方表示不认可 他们会把问题反映给相关部门 118黄金眼技术报道